看看我的新冰袖 怎么样 带着这个冰袖 我跟你说这胳膊都 拔两拔两的 这是对门的 爷们的媳妇 送给我的 今天我们来看这个交换机 这是一台华为的5720 非常经典的一款交换机 它的故障呢 就是这个SYS灯一直闪 一直闪 系统不启动 连上串口之后 我们看到 它是这个爆错状态 很显然 它这个机器 应该是死在了升级的路上 这也就是为什么 有些技修的老铁说的 顺便把我这个系统升线级 这个我是万万不干的 虽然说它这个升级 把机器干死的概率 非常非常低 但是它也是有可能啊 所以说要升级 大家回去自个升级一下 这样老王我的业务不就来了吗 是不是 那有人说了 这闪存的问题 重新刷下大包就好了 我跟你说 百分之一万 你现在刷大包都刷不了 现在要是看这个闪存的容量 它应该是零 不信大家上眼 你看 它现在就是说 根本就读不了闪存了 一个文件未扰到 大小呢 也是零KB 像目前 它这种故障 大概率应该是 主存储的问题 因为它现在能跑到 bootloader这块 如果它连bootloader都跑不到 那就有可能是 CPU的问题了 它现在能跑到 百分之九十九 是这个主存储 要么是有大面积的坏块 要么就是这个主存储芯片 马上要挂了 如果它提示有容量 但是说可用容量是零 这时候咱们隔一下 都能解决 但是它这个换主存储 板子已经拆出来了 虽然说机器没有风线 但是里边的灰是相当的厚啊 大家看到这一大片 这一大片 这一大片 这个东西这不是水字啊 这是油字 这是从这个散热垫 上面反过去的 这个油字 这个油字本身 对这个机器影响不大 但是它容易沾灰 我们看到这别处 这地方吧 仅是一层薄薄的浮灰 感觉这个地方 这毛毛啥都一大堆 这样的话 它就容易吸潮气 导致机器发生故障了 这个呢 就是它的主存储 问题就出在它的身上 这个板号的这个机器 它这个存储并没有加密 也就是说它这个程序没有绑定这个存储芯片的ID 所以说这个咱们随便换 现在呢 咱们就把它拆下来 然后把好的程序给写到这里面 再把它给它焊上 我边干 大家边看 然后我把这个冰锈的来历给大家说一说 前两天吧 我刚吃饭 正躺在床上锻炼你 这时候有人敲门 我开门一看 是我家对门的老爷们 他媳妇 还没等我说话 他直接来了一句 你媳妇在家去吗 上来就问我这个问题 你整理我错不及防啊 因为我媳妇他们俩有这个微信 要是找我媳妇有事 他们之间就给微信联系 不至于敲门来 所以说肯定不是找他 应该是找我 我像老王国 堂堂正人君子 我直接就回了他一句 你老公在家去吗 很显然啊 我这一句话说中了要害 他直接愣了 然后他就说 没在家 在家谁找你啊 他一说这话 我心都吃土土 我麻留着 我就去了他家 刚进门 他就说正题了 他不当家厨房插座没有电 让我给修修 你说我这刚锻炼完 那个误俏哪有力气干活啊 扭头我就要走 他紧接着说 干完有奖励 我这一听 又来动力了 三下五十二 分分钟我就给他搞定了 这时候他就把这个冰袖拿出来 因为嘛 他老公去外地打工去了 他刚买的 用不上了 我说老公用不上行啊 你别不用老公了就行啊 然后就是他谢我 我谢他 这时候我媳妇也来了 其实他一直在家 只不过就是他在床上戴电耳机 没听着 过来就说 人家老爷们没在家 你别待太长时间 不好 我说的那又啥呀 要有事二十多年前就有事了 因为我和他 我们俩 是初中三年的同班同学 然后我就拿着冰袖回家了 机器现在已经完整的组装好 我们直接插电 已经开始跑马了 我们看到没有再报错 命令行一切正常 没有问题 这一排的状态指示灯 全是绿色 没有问题 握把界面也是没有问题 一切正常 接口指示灯 已经快乐的闪了起来 数据传输 也是没有问题 一切正常 我去了 我刚才手织出来 我发现多一个螺丝啊 这螺丝哪来的 哪个媒生啊 还得再查看 看看吧 本期视频到此为止 拜了个歪 constituents 好